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你参与今天的电视祷告会 我们整个礼拜都在特别为年轻人祷告 年轻人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他的前途 其实年轻人最好的最灿烂的是前途 但最危险的也是前途 最担心的也是前途 我们今天就为这个部分 一起来为他们守望祷告 我们就先来唱这首诗歌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每时刻黯然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明天火转阴暗 我不会将来而犹豫 因我知 主所应许 今天我 必与主同行 他甚至 前途光景 许多事 许多事 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难以明了 但我最担心 但我最担心 主唱过明天 他必要 令我相信 令我相信 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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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将如何 明日将如何 我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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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堪固 把确定 中途 逼水 我 适可堪固 我虔诚 随即利水火 我快乐 我有灾火 让我主 引导我入土 他保险 将我涂抹 许多事 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难以明了 但我只 主将款明天 他必要 离我向前 我不知 明日将如何 可是 主 每时刻我却安然度过 每时刻 安然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明天破转阴安 我不为将来而犹豫 因我知 主所应许 今天我必与主同行 他甚至 前途光景 许多事 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难以明了 但我只 主将领导 但我只 主将款明天 他必要 离我向前 许多事 许多事 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难以明了 但我只 主将领导 他必要 离我向前 许多事 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难以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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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掌管明天 祂必要 领我向前 当我追 祝掌管明天 祂必要 领我向前 当我追 祝掌管明天 祂必要 领我向前 Hallelujah 是的主许多事我们虽然不明了 但是主我们知道祢掌管明天 祢一定要领我向前 因为主祢是恩赐的主祢是信誓的主 主纵然我们对明天好像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指望 但是神我们知道祢引领我们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道路领导我们 我们虽然不知道 但是主我知道祢的信誓之爱永不离开我 主谢谢祢 主谢谢祢 让我们再次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祢的手 主我们就有了盼望 我们就有了一切的恩惠之爱随着我们 因为这是祢的话语 主谢谢祢 谢谢祢的恩赐怜悯引领我们走这条数天的道路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不知道大家想到明天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如果明天你要交屋要交车 哇明天太美好了 如果明天你是要交款 哇那就太有压力了 所以一样是明天要看你期待的是什么 所以世人是把明天的喜怒哀乐交给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交给明天我们要遇到的事情 但基督徒不一样 基督徒是把明天交给上帝 也就是说不管明天下雨或者明天是晴天 不管明天可能是丰富 明天可能是缺乏 不管明天是什么 基督徒不会把我们的生活的重心 不会把我们生活的价值都放在明天要发生的事 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甚至于明天的好事可能是后天的坏事 而明天的坏事可能是若干年后的好事 可能明天你要跟你女朋友分手 后来过了若干年你结婚以后 你会说还好当年有跟他分手 所以好坏所谓的祸福难料 所以基督徒学会一件事 不会用我的感觉 我觉得好就是好吗 不一定 我觉得不好也不见得真的就不好 所以基督徒是交给上帝 我们相信是神在掌管明天 所以我明天的喜怒哀乐 是建立在上帝身上 是建立在我对上帝的认识上 而不是建立在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上 所以这样的一段经过我们一起来看 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 这里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那这句话谁说的 这句话就是耶稣说的 耶稣说明天是拿来让你期待的 不是让你忧虑的 台湾话说 还没有发生的 你先为他担心 那这样的生活秉持一定会很差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要知道 明天是给你拿来盼望的 明天是给你拿来更新的 明天是给你拿来改变的 所以上帝给我们明天 明天不是拿来让我们忧虑的 明天不是拿来让我们烦恼的 明天不是拿来让我们痛苦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到明天 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负面的 很多不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态度是需要改变的 我们的价值观是需要改变的 我们过去的习惯是需要被改变的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集要特别为年轻人的前途祷告 年轻人想到未来 常常觉得很灰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看见他毕业以后 一个月只有22k 了不起25k 他不会变成52k 所以他想到这个 他当然就没有盼望 因为年轻人他们看到未来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经济的缺乏 如果年轻人说 我看到的是怎么办 环保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全球的气化变后 越来越诡异 他说明天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 越来越热怎么办 越来越冷怎么办 如果你看到的都是这些困难 那明天也就是灾难的起头了 所以如果年轻人 他看到的是我越来越老怎么办 我一定会像这些老人家这样子走不动了 我怎么办 那证明你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因为同样是明天 有人看见了光明灿烂 有人却看见了黑暗沮丧 同样是明天 所以你用什么眼睛去看 用什么态度去看 那这就是反映我们的性格 这也反映出了我们的信仰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 要让我们面对明天的时候 证明上告诉我们说 不要忧虑 为什么不要忧虑呢 因为神顾念我们 也就是说 上帝知道很多事情今天做不完 所以才给你明天 上帝知道今天有很多东西你想不通 所以给你明天 神顾念我们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神知道我们今天不够 所以给你明天 所以很多今天还没做完的事情 明天再继续 很多今天想不通的 明天再继续 很多今天难过的 明天再把它改过来 我们明天用另外一个心情来面对 因为神顾念我们 这句话很重要 原来上帝给我们明天 是因为祂顾念我们 神顾念 神知道你会后悔 所以神说你会后悔 好不要再想了 往前看 继续往前看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所以对付后悔 最好的方法就是明天 神也知道你会做错 做就错了怎么办 神说没关系 明天 所以神知道人会犯错 所以神给我们明天 神也知道 你今天可能是时间太拥挤了 你没有办法好好地享受 你今天应该享受的 神说没关系 我再给你明天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神给了明天 所以基督徒想到明天 你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 不要用我们这个小小的眼睛来看 因为用这个眼睛来看世界 坦白讲 你还真的看不到明天 年轻人看到明天 看到的都是忧虑 看到越来越拥挤 然后看到说风险越来越高 为什么 什么地震50年一次 现在已经经过48年了 再两年应该再出现一次 那你说你怕不怕 你当然是怕 经济大萧条 已经很久没来了 应该按照循环 大概也快来了 那你怕不怕 真是怕 所以年轻人如果 只是会用眼睛 用资讯看到的明天 你没有用信心看见明天 你只用眼睛看见明天 真的没好事 你照着镜子怎么会看得到明天 明天作文只会增加而已 你照着镜子 明天只会更苍老而已 所以我们常常想到明天 就充满了沮丧 常常想到明天 我们就快乐不起来了 你知道有些小朋友是 今天放假很快乐 到了傍晚的时候 忽然间愁眉苦脸 怎么了 明天又上学 他想到明天 他已经没有心情享受今天了 他想到明天 他的明天的忧虑 已经袭击他的心灵了 你看人就是这么悲哀 当你看到现实的明天 或者看到明天的现实 都令你快乐不起来 当我们看到环保的问题 全球恐怖分子的问题 国与国之间战争的问题 你想到这个世界的困难 想到这个世界的问题 那差不多就没有明天嘛 就不想过明天嘛 所以年轻人现在 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整个身为年轻人都在呼喊 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的明天在哪里 但是基督徒不一样 基督徒要站起来对他们说 嘿 不要忧虑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神顾念你 你知道为什么上帝给你明天吗 因为祂顾念你 所以明天是好的 因为有明天 所以你的人生才有不断改变的机会 上帝给人明天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祂顾念我们 所以圣经上说不要忧虑 真的不要忧虑 耶稣说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 其实耶稣这句话还蛮读的 耶稣并不是说今天很难过 不要担心明天就快乐了 你要读清楚圣经不是这样说 圣经说明天有什么 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我说这句话 耶稣这句话未免太白了吧 耶稣讲话好读哦 哈耶稣你不是说今天 一宿睡有哭泣 早晨便秘欢呼吗 那明天应该都是快乐的 可是你会发现 耶稣是多么务实的人 耶稣说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 因为人就是每一天 每一天在面对困难中在成长 你知道吗 所以你有减肥的朋友就知道 一天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因为明天又要面对三阵海味 要去抗拒他 可是就在这样一天一天的当中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做重量训练的人就知道 我就是一天有一天的重量 今天扛25k 明天25k 每天都有每天的重量 甚至于你的重量是越来越重 如果你真正有在训练的人 你这礼拜25k一个月以后 你已经变30k 你举的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这是什么好事 这是好事 因为这代表你越来越强壮 所以耶稣说的一点都没错 明天还有明天的难处 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因为生命本来就是要来扛压力的 生命不是来躲压力的 本来就是要来扛 跟地心引力对抗 跟年龄对抗 跟老化对抗 跟里面的坏习惯对抗 每一天每一天 我们都在持续进步中 这个进步是从对抗来的 所以耶稣说 一天会有一天的忧虑 所以你今天 如果烦恼明天太多 太多 你今天烦恼今天就好了 明天烦恼明天 久了以后 你发现你整个身体 都强壮起来了 以前跑步跑不了多远 现在可以跑很远了 因为你每天都在跑 每天有每天的分量 每天都在跑 每天都在跑 所以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 亲爱的朋友 信仰不是让我们逃避的 信仰是让我们面对 每一天的难处 而克服难处 就是生命最大的 成就跟乐趣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 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主除去年轻人 对未来的忧虑跟恐惧 那个态度要改变 他们要知道 神顾念他们 所以才给他们明天 所以求主让他们想到明天的时候 不是消极负面痛苦的 而是充满着盼望跟能力的 愿意面对明天的压力 我们一起同神来祷告 祝阿师的孩子们再次为年轻人们来祷告 祝阿师的求主 祝他们的未来的忧虑跟恐惧 祝阿放下平安在他们身边 因为祝你说 祝的平安不像世人说 祝对他们心里就不忧愁 祝阿师的让他们带着神的平安 祝一大的平安面对明天 面对未来任何挑战 祝阿师的耶稣祝祢 在祢有恩赐年名 祝祢看过我们 祝你看过年轻的每一步路 祝阿祝看过他们所做的每一个节目 祝阿让他们在今天重担承担的一些难处 祝祂能够跨越明天 祝阿跨越到明天所承担明天的难处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 因为你创造了时间 祝阿因为你创造了有白日有黑夜 祝阿祝你称为这是一天 祝阿祝主在白天的时候 祝阿我们努力 祝阿我们付出 祝阿在晚上的时候 祝阿我们享受 祝阿我们休息 祝阿白天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 祝阿遇到一些的困难 或者是一些的挑战攻击 祝阿但是晚上的时候 祝阿我们在那里 祝阿休息 恢复 祝阿在那里克服 祝阿在那里靠你得胜 祝阿在那里靠你得安慰 祝阿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阿在每一天的当中 祝阿我们都知道你掌权 祝阿不管是在今天主你掌权 祝阿在未来的每一天里面 祝阿你都是掌权的神 祝阿因此我们向着 你是有盼望的 祝阿圣主求你来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更新我们提升我们 祝阿圣主因为常常用自己的想法 看这个世代的局势的时候 祝阿圣主我们常常 祝阿就容易灰心沮丧 祝阿圣主然而主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 祝阿我们在思想 我们在想象我们的明天的时候 祝阿圣主我们可以快乐起来 祝阿圣主我们可以有盼望起来 祝阿圣主因为知道你是掌权的神 祝阿圣主你帮助我们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 我们的明天可不可以更好 我们的能力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增加 或者是我们的民生 我们的地位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被提升 祝阿圣主帮助我们 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当中 能够来被扭转 主要是主让我们在看待明天的时候 主要是主是用你自己的眼光来看待明天的 主要是主在这当中 主要有你许多的作为在其中 主要因为主知道 不管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主你都是掌权的 主要是主知道你在明天掌权 主要是主因此 主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忧愁 我们的忧虑我们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 主要是主知道你必引导我们 你必帮助我们 主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能力 主要各样的支援 主当我们透过祷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盼望的来等候 主虽然有黑夜需要等待 主但是主我们向着你是满有盼望的 主因为你掌权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神 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来祷告 求主让这些年轻人他们勇于承担明天的忧虑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因为上帝让每一天都有一些挑战 所以我们求主让年轻人不要有一种 好像逃避的心理 而是让他们迎向前去 说我就是明天我来学明天我要学的功课 所以求主持他们一个积极的心 能够迎向挑战 而不是逃避苦难 我们一起同神来祷告 主啊 求主基督赏赐给年轻人 他们有像耶稣亚这样的心事 让他们有这样的勇气 主啊 就承担从里给他们的使命 主啊 让年轻人们带着神里给他们成大的平安的使命 主啊 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 我们相信神啊 你必再次瞧望年轻人 主啊 是他们的生命是在里被判为可贵的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你 现在颠覆上帝主啊 我们真的是知道 主啊 每一个早晨 每一天都是更新的 主啊 我们在今天的祷告会 在今天早上主啊 我就来宣告 主啊 我今天是美好的 主啊 是的 我要将今天交给你 主啊 但是主 恳求你帮助我 不要凭着感觉去面对明天 主啊 而是用信心来盼望明天 主啊 是的 我要为我的明天来赞美 主啊 是的 我要向我仇敌来夸胜 主啊 我的明天在神你的手中 主啊 是的 恳求你让我们主啊 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主啊 有那样的一个信心来去承担 主啊 是的 恳求你让我们 主啊 真实的知道 主啊 我们的每一步一脚印都在神的手中 主啊 因为你指引着我们 主啊 恳求神 你真的是让我们 主啊 有那样一个信心的看见 主啊 恳求神 你真是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 主啊 有时候我们看见前面的困苦 主啊 我们就好像以为 主啊 你不见了 主啊 我们却忘了 主啊 你已经知道我们这一生 主啊 我们在母父当中 主啊 你就已经知道我们这一生 知道我们的未来 主啊 我们连头发 主啊 你都是数算过的 主啊 但是主我们有时候 信心跟我们的眼目就是这样的微小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 真实扩大我们的眼界 主啊 扩大我们的信心 主啊 因为我们仰望你 主啊 我们就要兼顾我们的信心 主啊 我们赞美你 最后我们就是来祷告说 主啊 真的我们相信 明天是属于年轻人的 我们求主兴起青年在未来做大事 我们求主兴起青年的大军 让他们对明天是有盼望的 让他们不只是想到说 好 我要承担责任 他们要更积极的说 是 主啊 你把明天赐给我 我要用明天能够把神的国 带到这个世界 我要用明天把神的公义和平 把美好的事带到这个世界 我们求主让年轻人是欢喜快乐 把神的心意透过明天 带给这个世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使得只要求 一些年轻人在末空的时代 主啊 使得让你年轻人在末空的时代 主啊 用承担的能力一起来做大事 主啊 使得让你 主啊 瞧望他们的时候 他们细心被你的瞧望 主啊 祂的心眼目定睛在我们的身上 他们就看见他们可以起来 他们可以起来 为 花花 为 兴起 谢谢耶 祂的神 主啊 使得我们要成为那小世上中心 来成就神里大事的人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正式兼顾 我们自己的信心 在这样的救恩的盘旗上面 我们看得见的是永恒的国度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要努力的 跑这当好的三里路 我们都要欢喜快乐 来仰望神你的荣耀 我们都要知道主啊 有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一天 我们不害怕明天 我们哪要活在今天 而且努力的活在今天 为神的福音而活 主啊 帮助我们真实建成我们的心 叫我们所作所为 言行举止 都可以符合神你的样式 主啊 叫我们真实知道 说我们经受了这个 我们都可以努力做到这个 神你看我们为可喜悦的 你就扩张我们的境界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 我们真的很谢谢你 顾念我们给我们明天 因为你知道光今天不够 我们的时间不够 我们要做的是这么多 我们要学的是这么多 所以你给了我们明天 而且你圣经话告诉我们说 你定了我们的年限将界 你量了我们的日子 你知道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花多少时间 在这个世界学习 世界上一个学校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时间 从这个学校毕业 都是你量给我们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欢喜快乐的 来享受你所赐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 所以让我们真的知道 明天是因为你顾念了我们 有没有明天在你的手中 所以我们只负责 好好的珍惜明天 我们也负责 勇敢的面对明天 会发生的这些难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也相信 你透过明天 一直在成就你的美意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许多事 许多事 比天降临堂 许多事 难以米凉 但我只 助長我身 助长我明天 尽多事 唱我明天 神尽多事 合佳 大流 老大 no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